特别提到就是被你挥挥的这些大神的和女王 你一起来看 耶路撒冷城墙也建王 门上也安好 按着借着尼西米 要护属城墙防务 做口红茶 并按家部进行登记 这些人都是被巴比王 阿伯巴比王 离不家尼撒布林之后 他们的子孙归归耶路撒冷 和犹大的名单 名单都来虽敢不吵 但他们都是上帝救赎恩典的见证 主要是个非常简单的名单 但是这名单里面 每一个人都在见证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见证上帝救赎的恩典 见证上帝救赎的恩典 见证他信守承诺 仍是恩眷顾他的百姓 见证上帝应许百姓被你 七十年之后要归回 所以上帝的应许的承诺 就实现神是信实的 他眷顾他自己的百姓 让我们来看第一点 委任看重品格灵性 一道三节我们一起来念 城墙修往我安那门上 首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都已派定 我就派我的弟兄哈纳尼 和银楼的宰官哈纳尼亚 管理耶路撒冷 因为哈纳尼亚是中心的 又敬畏神过于众人 我吩咐他们说 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 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窗 也安排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摩次 看守自己防御对面之处 第二节看时 尼西米围了两个别人的人 但哈纳尼亚是哈纳尼的全名 所以你读的时候要知道 这个哈纳尼亚就是哈纳尼的全名 两子是为同一个人 只以为我只是哈纳尼我的弟弟 就是哈纳尼亚 耶路撒冷迎楼的长官 因为他是正直的人 又敬畏上帝超过许多人 理由是 负责管理耶路撒冷 何等重要 哈纳尼亚是因其美好的品格 与灵性获得委任 又岂能对哈纳尼不致一词 只因他是尼西米的亲弟弟 尼西米的委任 重视人的品格与灵性 品格要正直 才能恨恶罪 远离恶事 灵性上要懂得敬畏上帝 才不敢任意妄为得罪主 这是整本圣经重要的原则 所以我们今天教会 在委任领袖的时候 我们都要常常防省 在这两方面常常提醒 我们选择这个领袖的时候 必须要有好品格 好品格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正直的人 他会恨恶罪恶 远离恶事 不行神 不喜悦的事 灵性上就是要懂得敬畏上帝 敬畏上帝 不敢任意妄为得罪主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见 尼西米委任这个城墙 被造之后的领袖 来管理这个城墙的时候 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人品 第二 我们一起来看 归回民当见证主恩 来我们一起来念 城市广大 其中的民却稀少 房屋还没有建造 我的神感动我心 召集贵咒 光掌和百姓 要照家谱计算 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 其上写着 巴比龙王尼布甲尼撒 从前掳去犹大神的人 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贝鲁到之地 回耶路撒冷和犹大 各归本城 他们是同着 所以我们先念这几节 你可以看见 这个城墙已经建完了 当时归回这个耶路撒冷 被掳去的人 已经他们习惯在那里的生活 六七十年了 他们的后代也在那边长大了 现在要叫他们再帮回来 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他们帮回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要回到耶路撒冷 就是神的殿的地方来敬拜 所以要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 是为了信仰 不是为了去赚钱 而是为了信仰 他们需要从外地帮迁回到自己的故乡 耶路撒冷 那是敬拜神的中心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在这里特别 尼西米就召集了这些 有钱人 贵胄就是有钱的人 这些光长还有百姓 按着这个家谱来计算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在第七节那边就讲到 是谁带他们回来呢 索罗巴伯 在以色拉记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就是索罗巴伯 然后有耶稣亚 尼西米这些人 尼西米记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见 他们是一批一批回来 一批一批回来 就好像我们最早中国人从中国出来 南洋也是一批一批出来 所以这个是他们一批一批回到耶路撒冷 所以从第八节开始 就说以色列名的数目记在下面 我们就不读今天早上这个名单太长了 所以我们就不读 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看这个名单 一直到这个69节 这么长的一个名单 他们不只人归回了 还带着这些牲畜归回 也带着牲畜归回 也就是说他们在那里的生活 已经开始非常富有了 什么都有了 但是为了信仰而帮迁 我们看见因为城墙很大 人口稀少 尼西米要安置百姓居住 否则城墙建豪也是空城废墟 过去他们先祖被掳到巴比伦 现在回归故城 还带着众多扑鼻及牲畜 可见生活富裕 等于要离开舒适圈 逐渐他们热烈响应尼西米的号召 并服从他的领导 也是见证上帝对他子民 不离不弃的这个约定 所以百姓们归回 就是让他们真的是听到这个呼声 他们愿意来 因为听到这个呼召 回到圣城耶路撒勒来敬拜 上帝在跟他子民的约定里面 让我们看见 这是不离不弃的一种的约定 神爱我们就是爱到底 无论怎么样漂泊在外 神仍然把他们引回到自己的故乡 第三 处前处立维护圣城来 我们一起念 有些族长 为工程捐助 神掌捐入库中的金子 一千达利壳 往五十个 祭司的礼服 五百三十件 又有族掌捐入工程库的金子 两万达利壳 银子二千二百弥纳 其余百姓所见的金子 金子二万达利克 银子两千弥纳 祭司的礼服六十七件 于是祭司立位人 守门的歌颤的民中的一些人 尼提宁 并以色列众人 各注在自己的城里 不但邦家 他们还勇约捐款 以神掌而言 捐入库中的金子 高达一千达利克 相当于八点五公斤的金子 你看多少 就是说他们非常勇约 于这个捐款 组长为了重建工程 捐出金子两万达利克 相当于一百七十公斤金子 数量都相当庞大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教会是我们的 承担整个教会的费用 承担整个教会圣宫的扩展 钱从哪里来 都从我们弟兄姐妹的奉献而来 所以每一个人的奉献 都在上帝的眼中 看为宝贵 每一个人所献上的 神都喜悦 所以盼盼我们每一个人 都真的在参与 在整个建造神的这个国度里面 我们真的是大家一起参与 就好像建造教育楼一样 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起参与 一分一毛一块十块一百 我们这样慢慢一起凑竹的 透过义卖 透过弟兄姐妹认捐 其他的认献 我们看见神预备足够的 供应教会的需求 所以要记得奉献当呼吁的时候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一起参与的 你的奉献 是你跟神的关系 是你跟神的关系 是你对神的一种敬拜 我们来看默想 很多人帮家是为了追求 更好的物质生活 但如果纯粹为了信仰的缘故 我愿意帮家吗 当你帮家的时候 你会不会找有比较近礼拜坛的地方 我要搬去那个地方 我曾经听过 是毕凤姐讲 他们搬从西部出来 就找他说 不要近礼拜坛的 就是在这边后面 所以他在礼拜坛后面很近 是不是 所以这是信仰的邦签 盼望我们真的 常常围着我们信仰的缘故来着想 盼望我们信仰 能够一代又一代的传承 来祈祷行动 我们一起来 亲爱的天父 若处于你 恳求你 让我能为你摆上自己 因为我拥有的一切 都是从你而来 是你恩赐的礼物 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阿们 让我们继续在主面前 寂寞等候敬拜 阿们 感谢观看 牧师 主内长辈 弟兄姐妹们 主礼平安 我们的崇拜即将开始 安静预备心来朝见天父 弟兄姐妹们 崇拜进行的时候呢 弟兄姐妹们尽量开口唱歌 那我们间中有起应的环节 就请注意屏幕上的起应文 师班在献师的时候呢 也不用特地的鼓掌 卫理工会古静东教区 敬圣堂 圣月主日崇拜 我们谨奉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位一体的民 开始今早的主日崇拜 祝福音乐 圣子 圣子 圣灵 敬圣堂 圣满 圣事宾 圣花心身尽 我放火 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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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耶稣 我要敬拜 敬拜 我的主 我要敬拜 敬拜 敬拜我的主 我要回向 回向 在祢宝座前 我要回向 回向 在祢宝座前 当我进入 祝祢的荣耀 我看祢 圣洁观众 美丽的掌 我当我进入 祝祢的荣耀 我要敬拜 祢祝祢的荣耀 送祂荣耀 荣耀 荣耀 荣耀为荣耀 送祂荣耀 荣耀 荣耀 荣耀为荣耀 送祂山洁 山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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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正山 送祂山洁 山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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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正山 祝众同战力 我们一起唱静殿诗歌 普送第十八首快乐歌 请牧师带领讲员及师班入殿 快乐快乐 我们崇拜 荣耀上 主啊 只剩 心如花 快度 主面 请牧师带领渴 荣耀为荣耀 故意冲浓军 看求校估和 比我黑银求生极 你永恒快乐求助三孳 灿烂光 管网马켓 主十度多 赞认 наш熊 wondering 我曾无动欢喜 居心天使团结无可 天地放映主 高山有谷 夜深夜 朝餐几岁 最薄如今 请歌笑 有情主流泉 欢请我们所住行 永远祝福 用手转容 永远赦免永世 圣词快乐 或随缘同 欢乐安息和盼生 主是父亲 基督师兄 爱荣誓或解诸命 救救我们 增压小爱 同享深深感 欢喜 珍惜一句 为大歌声 方全方福来相依 福地赐爱 福地赐爱 托致我梦 兄弟有爱 信任君 我们前进 歌唱不停 奋斗中间 神一举 云的声声 又太过声 愿旧告绝 我 重新 我们 仍然站着 树敬敬拜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 翻唱或订阅 本后能明白 你心意 你说此事如今 数经在你面前 倾听 你命令我安静 数经 数经 你知我失神 祝我真知道 高纯尽描包 雪梦香 又流着 美如涛 等候我 因你再更新 你心想在我身 让我爱在我 一度下距 与你之间相亲 慧众请坐 儿童诗班带来 创造天地的主 优优独播剧场 夜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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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的 金白 山明黑的 荣耀之虫 你是 创造天地的主 在你没有 年重 彼时 耶和完美的敬伴 神明美的荣耀尊重 你是创造愿意义足 在你没有能成立时 在你爱与我们的光处 在你爱与我们的曾旧 唯独你是爱 唯独你是曾旧 让我照尽你爱 耶和完美的敬伴 神明美的荣耀尊重 你是创造天地的毒 在你没有能成立时 在你爱与我们的光处 在你爱与我们的曾旧 唯独你是爱 唯独你是曾旧 让我告知你爱 唯独你是曾旧 唯独你是爱 唯独你是曾旧 唯独你是曾旧 唯独如也可以 唯独 永福的缺织 耶稣送我 何等你不要 向我寻觅 谁救主书 回忆为什么事 从山里 从山 从山寂静 这是我信息 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足 走一场恨 这是我信息 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足 走一场恨 我全身付足 满心欢喜 天堂的荣誉 写在我心 仿佛有天使 有天降临 我民族自然 民族怜悯 这是我信息 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足 走一场恨 这是我信息 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足 走一场恨 完全信息 万事安逸 荣耀的声音 充满我心 时刻要关注 尽心等候 赞美我救足 走一场恨 这是我信息 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足 走一场恨 这是我信息 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足 走一场恨 上主 我们聚集来敬拜你 因为我们虚假 我们因为我们软弱 因为我们的愚蠢 求你运行在我们当中 如同诗歌一样 虽看不见旋律 却感受到主话语 透过音乐所带来的温暖与安慰 阿èn 会众请坐 接下来让我来看正道的经文 记载在出埃及记 数章1到21节 出埃及记 数章1到21节 我们先看第一节 那时 摩西和以色列人 向耶和华唱歌说 我要向耶和华 歌唱 因他大大战胜 将马和骑马的 投在海中 今早的信息主题是 信徒的赞美 我们把时间交给 择义音乐指导 牧师传道 以及照会的领袖 还有我的童工 以及在座的 所有的师班班员 以及长辈 及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在座里平安 感谢神 因为上帝的爱 上帝的拯救 让你和我 今早仍然还有生命的气息 我们一起带来敬拜他 很高兴的今天早上是一年一度的圣月主日 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场很丰盛的这个乐宴 什么是乐宴 就是圣月的乐 上帝创造了音乐 让我们以我们的生命来见证 来述说他的作为和他的奇妙 那曾有一首诗歌 名叫为何我要歌颂耶稣 为何我要歌颂耶稣 歌词这样说 我心里充满喜乐 因为耶稣已拯救了我 主是我的救赎主 因他的死亡 便得释放 耶稣最美好 是恩典的源头 他宝贵无上 这是这首诗歌的诗人 用他的生命 用他的文字来传达 他对天父的感恩 对天父的恩典 对天父他的爱 那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 我们就是也认同这一位诗人所说的 我心里充满喜乐 因为耶稣已拯救了我 今天你和我坐在这里 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 基督的恩典 让你和我有生命的盼望 坐在这里 我们一起的来敬拜他 不晓得这首诗歌 是不是也是你心中的这一个感恩呢 还是你的心中 有任何一首诗歌 是可以取代你要来歌颂耶稣呢 那我们今天又存着怎么样的心态 我们来诈美神呢 今早我要从这个 出埃及15章1至21节 我们来学习有关这个诈美的真理 出埃及记15章是摩西五经中 最出色的一首诗事 那也是第一首 向神诈美的诗歌 从整本创世纪开始 直到这一章出埃及 出现了第一首 向神诈美的诗歌 那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是什么呢 就是他说 在奇事录里面15章2到4节 他记载了一个意象 就是说 以后在天上 所有的圣徒都要来唱这首摩西之歌 不是我说的 圣经上说的 奇事录第15章2至4节 所以今天早上 我们一定要来认识这首 摩西之歌 第15章1至21节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 要从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来学习三方面的功课 三方面的功课 第一方面 赞美是信徒应有的本分 刚才主席为我们念了 这一段的第一节的经文 他说 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 向耶和华唱了以下这首歌 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因为他高高的被高举起来 他把马匹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那时其实是在诉说 过去这以色列人 他们面对了怎么样的困境 导致他们今天又怎么样的 面对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你一看到说 以色列民他们经历了出红海的那个时刻 是非常的一个关键性 也是一个非常转折点 是因为他们经历了上帝的救赎 我们来回顾一下 他说 这群居于埃及的以色列民 自从约瑟死了以后 世世代代成为埃及王 统治下的努力 他们经历了一切的苦楚 如果你还记得 他们被围奴 做围奴辛辛苦苦的 所以他们开始向上帝祈求 求上帝带领他们出这个埃及 当神纪念 跟他们曾经列祖所立下的约 所以这位于他们列祖立约掌管历史的神 兴起了摩西为领袖 又借着他自己奇妙的作为 在红海分开的奇迹 把他的选民从法老手中抢夺过来 使以色列民从敌人的手中获胜 使他们重获新生 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这一段故事 我相信这一段的故事并不陌生 从我们从主路学开始 我们都读到这一段的历史 而且是非常关键性的 是上帝带领了这些以色列人 从哪里 从埃及到哪里 到红海 从历史性的这个转折点 让他们把上帝把这个红海分开了之后 他们可以成功的 从一个旧的生命 转折到一个新的生命 因此一段的赞美就从这里开始 就是从这一群蒙拯救的以色列 以赞美来回应神的拯救开始 从这里可以说明 赞美是从每一个经历过神拯救的 信徒口中发出的 这是神子民应有的权利 也是今天上帝赐给你和我 应尽的义务和本分 其实呢 赞美不只是一种的本分 更是一种爱的表达 当你的生命经历了那一刻 历史性的时刻 当你的生命经历了那一个转折点 从一个围奴至到一个新生 让我们从一个罪人 得到这个救恩的盼望的时候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也是一个转折点 因此让我们有了生命的盼望 让你和我将来有一天 我们都要在天上聚集 赞美不只是我们的本分 更是我们一种爱的表达 如果说我们今天说我们爱神 但我们却不愿意开口赞美 那我们可能要好好的思想一下 我们是真的接受了这份救恩吗 倘若今天你说你爱神 那我们要好好的思考 为什么我们不能唱识呢 当然这并不是绝对性 上帝都希望我们都可以 我们的生命来经历 来表达对他的爱 我们除了读经 除了灵修 除了参与聚会等等之外 唱歌唱识 是一个最直接表达的一份的爱 赞美是一种爱的很自然的流露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想尽办法讨好他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想尽办法说好的话 来赞美他 来鼓励他 来帮助他 倘若今天你真的是爱神的话 那你要用什么来表达呢 赞美 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应有的侍奉和每天的操练 蒙恩得救的人 应当是常常纪念主的爱 拯救的爱 而发出感谢的赞美 所以 赞美 唱诗 并不是只有今天坐在这里的所有事班班 也不是只有会唱歌的人 也不是只有会带领敬拜赞美的人的事 而是关乎我们所有的人 倘若今天你得到了这份的救恩 那我们更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 来表达 来感谢 可能你会问 到底什么是赞美 那到底什么是赞美 简单来说 赞美就是将上帝应有的荣耀归给他 太多了 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 就是一份的感恩 我们就要将荣耀归给他 今天我们仍然还能够有生命气息 坐在这里 我们还能够自由的呼吸 我们还能够自由的走动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 那其实赞美一词呢 在圣经中呢 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呈现 比如颂诈 颂养 歌颂 称颂 荣耀等等 而这些的字眼 其实都是跟赞美是关系的 所以今天当你看到 有不同的颂养 又有歌颂 又有颂兆 又有称颂 那其实都是一样的 赞美 就是将上帝应有的荣耀归给他 在圣经中 赞美是信徒生命的一项的特质 这是你从内心真诚的敬拜和侍奉 是对上帝伟大的属性和奇妙的 作为一种的赞叹 佩服和尊重 因着上帝给我们一切的免费的事物 就比如说空气 就比如说雨水 倘若今天上帝跟我们收一分钟空气要怎么算呢 那一地的雨水我们要付多少呢 不知道怎么算 但是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赐给我们这样的福分 我们要来访诗 今天我们赞美神有多少呢 我们也没有好好地赞美神 可能曾经有人说 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唱些什么 我们更不知道这些诗歌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还是说你有多久没有赞美神了 特别是现今的青少年人 我在六月份的时候有机会去参加这个 槟城的崇拜礼仪研讨会 他说现在青少年人都很喜欢这些 这些短诗类似的这些诗歌 那很多长辈就来说 他说现在的青少年人带的诗歌 我们实在是唱不懂啊 我们唱不懂 我们唱不懂 我们更唱不知道是什么 对现今青少年人的诗歌来说 对长辈是一种新歌 而对长辈唱的歌呢 对青少年来说也是一种新歌 所以唱来唱去都是新歌 这不感恩吗 感恩啊 都是新歌 有旧的 有新的 这一切都是新歌 那我最喜欢在整个研讨会里面 讲员提出了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 他说倘若今天没有了这些PPT 没有了这些的器材 我们仍然还能诈美什么 倘若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仍然还能诈美什么 特别是针对青少年人 因为这次的研讨会就是针对这青少年人 他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反思 今天我们享受在这样的有空调的空间里面 享受这舒服自由自在的空间里面的时候 当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仍然还能敬拜什么 这很大的挑战 我们可以好好的思考 那今天我们来崇拜又抱着怎么样的心态来诈美神呢 带着一个形式化 有开口就好 还是说诈美神只限制在星期日 还是说神听了你的呼求 你才开口诈美神 说感谢神上帝听了我的祷告 所以我就要开口诈美神 有了很多 当然这未免是太过一个形式 就是上帝听了你的祷告的时候 你存着感恩的心你要诈美神 但倘若今天上帝不听你的祷告的话 你仍然还能唱诗 你仍然还能敬拜神吗 神也没有听你的祷告 跟神有听你的祷告 不再不是真正的理由 来决定你要不要开口诈美神 而是真的是你从内心当中 你经历了上帝对你的拯救 给你了你这一份的救恩 而你向神开口诈美 诈美神是因我们的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 当我们获得新生命的那一刻 我们就应该要有这个诈美的气息 在我们追求整个的成圣的过程中 当你越亲近祂 当你越经历祂的时候 你就能够更多感受祂的爱 让我们乘着感恩和赞美的心来赞美祂 今天早上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就请成年师帮来为我们带来这两首的诗歌 我心颂赞和感恩赞美 诗诗说道 我的心 我的灵 要称颂你的名 防在我里面的 不可忘记你一切的恩惠 扶持我 医治我 就我生命免死完 以忍爱慈悲为我冠冕 使我喜乐满足 我心颂赞 我心颂赞和感恩赞和感恩赞 我心颂赞和感恩赞 我心颂赞和感恩赞 我的灵 我的灵 要承受你的灵 当在我里面的 不可忘记你一切恩惠 我心颂赞和感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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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我的心 我一定 要承受你的秘密 看在我一面里 不可忘记你一切安慰 不知我 彼此我 救我生命别失望 一人爱是悲 为我昏灭 使我喜能满足 不知我 我从耶稣却能满足 ides 一绝语一临 拥还电竖 fucki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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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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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裂的武漢 讓他們燒滅 像燒和血一樣 也比武衷的洗髮 開水就堆積起來 水流至敬善一號 聖誕無淺的愛情 一群結 仇敵說 我要追趕 我要追上 我要追風奴 不要在他們身上 得到滿足 我要幫助到來 親手的感覺 以後果的萬選之中 有誰善以容量聖誕 可受 可令 施行 啟示的 你雖然是我有受 亦是有活動啊 從這一段這麼長的篇幅裡面 大概有十節 你會發現到 他們把上帝的所有的作為 和屬性寫得清清楚楚 為什麼 要用這麼一個一大段的篇幅來述說 上帝的作為 上帝的守著 因為一切的人 了解這位神是他們 世世代代代 率領他們的神 是他們列主的神 是他們父親的神 更是 今日是他們生命當中的神 從出來的七章至十三章裡面 記載這個實在的引導 他們深深理解 若不是神的施恩與憐憫 他們根本不配蒙恩 除了神以外 他們沒有什麼可以依賴 如果不是神的施恩與憐憫 今天你和我 沒有這樣的機會可以坐在這裡 如果不是神的話 我們沒有什麼可以依賴的 在這一段的篇幅裡面 你會發現到 既然出埃及記事 摩西整個的親手上帝 所以拣選了他 帶領以色列人出紅海 但是為什麼在這一段的經文裡面 好像我們都沒有看到摩西這兩個字呢 因為 他們知道 唯獨神才是他們的唯一 神才是他們獨一的帶領者 只有神才有這樣的作為 才能夠帶領以色列人出紅海 所以在詐美的事奉中 我們應該要有一個理解 真正的詐美 是以神為中心的 因為只有神是配的 只有神是值得撐養的 我們不能夠以個人的喜好 或者情緒來高低 來決定 我們今天要如何詐美 因為詐美光乎神的榮耀 如果我們以個人的喜好來決定 詐美 那我們就會虧欠了神的榮耀 剝奪了神佩德的嗔養 今天來到這裡 我不曉得你的心情是怎麼樣 但是 之前來到這裡的時候呢 可能會影響你的情緒 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他也有可能會決定 我們今天要如何來詐美神 但是 一旦我們來到這裡 已經不再是我 而是 我們是上帝的孩子 不再是你的喜好 也不再是你的情緒 來決定 你今天要如何來詐美神 所以我們應當 以詐美 為一種的尊榮又謙卑的服飾 常常以順服和獻祭的態度 我們來詐美祂 那這時候我們就請青年士邦 來為我們帶來這首詩歌 荒然獻祭 將一切的這個祭 我們獻給神 青年士邦要為我們 青少年士邦要為我們 帶來這首詩歌 荒然獻祭 歌詞說到 妖華的名榮耀归給祂 聖節為尊是敬敗 耶和華 大水放浪的時候呢 祂坐這為王 祂必賜平安 祂必加力量 請青少年士邦要為我們帶來這首 荒然獻祭 以前直播 頭髮表演 聖節為尊缺 烏然獻祭 聯昂獻祭 他的名 荣耀归给他 神剑伟尊师 敬拜耶和华 大水泛滥时 他作者为王 他彼此平安 他彼此力量 耶和华的名 荣耀归给他 神剑伟尊师 敬拜耶和华 在患难时后 是我已迷处 心里依靠他 就必得帮助 我要宽然 心情 我要歌颂也和华 他满有慰言 大有能力 我要宽然 心情 我要歌颂也和华 他满有慰言 大有能力 人和华的名 荣耀归给他 神剑伟尊师 敬拜耶和华 大水泛滥时 他作者为王 他彼此平安 他彼此力量 我要宽然 心情 我要歌颂也和华 他满有慰言 大有能力 我要宽然 心情 我要宽然 心情 我要歌颂也和华 他满有慰言 大有能力 我要宽然 心情 我要宽然 心情 我要宽然 心情 我广永 啊 心情 我要宽然 心情 我要歌颂也和华 他满有慰言 大有能力 他满有慰言 大有能力 他满有慰言 大有能力 阑阳 coming out 词工声 曲 impacted po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要欢迎订阅 我要歌手亮花 他满有威严 大有能力 我们赞美神要以神为我们的焦点 从刚才这一段的篇幅里面 让我们看见赞美的一切的内容 当当如何指向神 就像这首青少年诗帮也是一样 他们要歌颂耶和华 为什么 因为他满有威严 大有能力 许每一首诗歌的当中 都把我们指向到这位的神 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他的作为 他的属性 让我们今日以感恩的心来献祭 所以耶和华 不单是神为我们唱歌的焦点 耶和华是诗歌唱歌的对象 更是我们唱歌的内容 在整副的这个经文里面 他不单属上耶和华的作为 他更高举耶和华的名 那在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 赞美具有属灵的大能 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三到十八节 我太快一张了 十三节他说 你凭着慈爱 带领了你买树的人民 你凭着能力 引导了他们到你的圣所 万民听见 就必战斗 疼痛恐惧 抓住了非力士的居民 那时 以东的株掌惊慌 摩亚的英雄被藏经抓住 所有迦南的居民都挡掌心航 恐惧藏经临到他们身上 因着你大能的手臂 他们像石头一样 竟然不动 直到你的人民过去 耶和华 直到你买树的人民过去 你要把他们淋进去 栽种在你的长叶的山上 耶和华就是 在你为自己预备的住处 主啊 就是在你所建立的圣所上 耶和华必做完 直到永永远 当以色列民宣告耶和华凭他的慈爱 引领他的百姓到圣所 去到他们的产业的山上的时候 其实这正在预言着耶和华的得胜 在神手中并没有难成的事情 以色列的民对他们盼望迦南美帝的日子 有得胜的把握 为什么 很简单 当他们从经历了出红海之后 他们的生命不断的在经历神的恩典 神的救赎 神的带领他们 从为奴 至到重生 在他们的整个生命经历过程中 他们对上帝所给予的恩典 产生了信心 所以当以色列人越发诈美的时候 他们就越有信心 因为他们把专注力 专注在这一位大有能力 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的身上 不再是自己的问题 赞美 他能加征我们对神的信心 当我们赞美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 离开了困难的本身 转而注意神完全的大能 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 可以离开急迫焦虑的感觉 装而仰望那能解决问题能力的神 当赞美的时候 就会回想过去 神过去的恩待种种的状况 而使我们的心 对我们心的困境有盼望 当只有赞美神的时候 你把所有的专注力 都专注在这位神的身上 你只看见的是神的作为 神的属性 神的拯救 其实在圣经中 有一段 非常关心性的一个故事 是非常激励我们的 我相信大家都聊到这一个故事 那就是保罗和希拉 在监狱里面 他们参施赞美神 从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处在这样一个非常不乐观的情况之下 他们仍然能够继续赞美神 我们也从这个圣经故事里面看到 当他们赞美神的时候 什么事情发生 他们将监狱的门打开了 监狱的门打开了 这种囚犯的所类也都松开了 结局是他们不当得找了这些囚犯人 他们更得找了这个 这个敬主的全家 让他们也愿意把他们的生命完全交给神 在这样的一个困境的当中 当他们用一个 的装助力装助在神身上的时候呢 他们只看见神的作为 而赞美 这个时刻 却让他们得胜了 越赞美 他们越经历了神的恩典 越赞美 他们却越经历了神的大人 但我们不仅在一防风顺的当中 我们赞美神 我们也可以在我们处在忧虑 处在困境 处在非常难受的感觉的时候 当我们不晓得 当我们没有力气祷告的时候 我们不妨学学保罗和希腊一样 在最困境的时候呢 我们学习赞美神 让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 我们学习赞美神的时候 我们得着这份的盼望 让我们越赞美 我们就跟神的生命越亲近 我们越得着他的能力更大 所以赞美是信心的一种表现 正如我们的信心不是依靠我们的环境 而是上帝的真理 所以赞美不是因我们感觉良好 而是因上帝的真理 以及他对我们的应选 赞美是信心的表现 我们今天所依靠的信心 不是有环境 不是由人来决定 而是完全砸根在圣经的真理里面 当我们把正确的心态放在对的位置上的时候呢 再大的困难都不能够影响我们离开神 而影响我们继续赞美神 赞美它可以增加我们的信心之外呢 它赞美也可以带来合一 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字二十一节 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丽昂 手里拿着鼓 所有的妇女都跟着他出来击鼓跳舞 米丽昂应和着他们说 你们要像耶和华歌唱 因为他高高的被高举起来 他把马匹和骑马的都投在海中 米丽昂他不只是手里拿着鼓 他不只是只是要带领所有的妇女 一起来祭鼓跳舞 其实在这当中带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他要把所有的人一起的合一来敬拜神 所以赞美他可以带领所有的人 放下自我放下老我 我们一起当当装助力在这位神的身上 其实上帝很特别 他创造他所给我们所创造的音乐也非常的特别 他可以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消除 把过去现在及将来不同文化背景 不同年龄的人连在一起 过去就是我们的长辈 将现在我们的青少年人将来是我们的儿童 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聚集在一起 我们一起的来敬拜神 虽然我们当中出现很多新歌 但是这新歌也是不断的鼓励我们 不断的激励我们 用不同的方式 用不同的文化 用不同的背景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今天你和我坐在这里 不只是要领受神的恩典 我们也要把这份的恩典传出去 让我们从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以诗歌来颂养他 以诗歌来见证神 那可能今天你会说 哎呀 我不会唱歌 我声音不好 那我怎么能唱歌呢 唱歌只要给会唱歌的人就好 是吗 当今天神给你和我都有声音赞美神的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要好好地赞美神 那在我进入神学院的第一年的时候呢 那我们每次实习完之后 我们都要去见我们的那个 这个实习主任 那时我的实习主任是此经代牧师 那当我见他的时候呢 他就聊了我的状况啊 我们实习在过程中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等等这样 然后等要好了的时候 他就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他说 哲义啊 你的声音太像鸭子了 哇 哇 好心痛哦 一针剑血刺在我心里面 哇 好难受那时候感觉 哇 他说你的声音好像鸭子哦 哇 我第一个想念是 哎呀 我还念了这个圣月戏哦 哎呀 怎么办呢 倘若那时候是你的话 你还会继续吗 还是你要退缩了 但是他后面说了一句话 他说 这可能就是你独有的声音 没有人可以取代 今天你和我 不管是长辈 不管是成年人 不管是青少年人 不管是儿童 今天上帝给了你和我 都有不同的独特的声音 而今天我们坐在这里 并不是因为比较谁的声音好听 我相信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声音都比我好听 我常常说 哎呀 死了 我的声音很沉 每次一讲到还没有十秒 大概有很多人就开始 打瞌睡了 但是我还是要继续 既然这声音是神赐给我的 那我就要靠着神的恩典 继续走下去 直到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传讲 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 你和我 我们应该要珍惜 我们可以好好地来思考 今天到底有什么郎主你来唱识赞美神呢 在祭圣堂有四同不同年龄层的师帮 有儿童 有青少年人 有成年 也有乐龄 我相信所有的师帮 都时时刻刻打开门 欢迎你们加入 为什么呢 因为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是 预习将来 我们要回到天上 我们一起来服侍神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八节 他说先知的讲道中必过去 方言中必停止 知识中必消失 当唯独唱歌是远久的 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到天上 我们继续唱歌来荣耀神 这样的一个服侍是没有停止的 所以今天你和我坐在这里 是预习将来 我们有一天 要一起回到天上 与所有的众弟兄姐妹 众圣徒 众天使 众天君 一起的来赞美神 所以不在乎是你的声音有多好听 你会不会唱歌 这是神给你独有的声音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赞美是信徒应有的本分 赞美的内容应当以神为焦点 赞美他具有属灵的大人 加征我们的信心带来合一 感谢主 谢谢音乐指导这一姐妹的分享 请会众站立 我们确认信仰 同念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 因圣灵感应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定于十字架受死埋葬 将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圣灵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回众请坐 接下来让我们回应 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与爱 我们一起来参与并唱 《献上感恩》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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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众请坐 接下来是消息 我请圣经师来分享 在这里诚心欢迎弟兄姐妹 回到圣殿中来敬拜 欢迎所愿释迦上帝 赐福给我们每位弟兄姐妹 今天早晨在门当中 没有新来的 那我们就跟前后左右弟兄姐妹 我们就彼此说平安喜乐 平安喜乐 平安喜乐 向你前后左右转一转 OK 转一转 平安喜乐 好 我们要特别欢迎我们教区的音乐干事 刘子毅 传道在我们当中 我们就 我们一起来关心家里的消息 来临的主日是成年主日 今天成年主日提早了 因为配合我们堂会成皇30周年 30周年 所以这个成年主日是在下个主日 讲员是敬圣牧师 是我们本堂的出产的 OK 敬圣堂祷告会 我们来临星期四晚上 是成年事工 成年事工之道 所以请成年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一起来参与 清联团祈 是健康讲座 讲什么 不知道讲什么 什么 乐灵 我以为青年讲 青团讲这个健康讲座 这个 乐灵 这个来临星期六 也不是这个健康讲座 因为健康讲座已经讲了 我们的医生已经讲了 所以我们这个来临星期六 下午乐灵是这个 欢乐时光 欢乐时光 所以热灵还是很热的 OK 所以请改一下 成年团祭三十周年庆典 主题一路由你 所以在十月十四号 星期六 六点半 到 有这个Tea Party 所以 欢迎大家也出席了 七点半 是三十周年庆典 少年团祭 周六晚上 是少年成长课程 儿童主日学 是生日会 儿童主日学 生日会 男女少年均 然有聚会 OK 青团什么聚会 没有聚会吗 参加成团 然后十月到十二月的每日严金 十亿 每日严金 十亿 就请弟兄姐妹 有定的会后 一定要拿了 我们已经过一个星期了 食物银行 我们将会在下一个主日 这个分发 所以如果弟兄姐妹 有参与这个食物奉献的 就请你们在崇拜之后 就要把这个物品送到教育楼底楼 OK 所以请大家注意 捐血也是在下一个主日 崇拜之后 九点到十一点半 所以请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参与 第四节献上 魏斯利神学论堂 讲到圣灵的大能 特别从魏斯利约翰对聚会中 奇特现象的处理 抗其牧养的关怀 所以是在十月九号 星期一晚上八点到九点十二分 所以请弟兄 十五分 请弟兄姐妹们注意 天运 来自台湾的天运师班 在这个十月二十一号 会到古静 在静观堂演出 所以他们这个 巡回的音乐会 我们盼望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参与 特别你去的时候 不是自己去听歌而已 因为天运很多都是信徒会去 但是我们更重要 邀请我们的朋友们去 好不好 所以请大家 如果有去 你都带一位朋友去 各项奉献 我们父亲弟兄姐妹 都继续凭信心和感动 来参与这个奉献 好 我的报告 就到这里 会众同站立 我们一起来唱 拆遣诗歌 每一天 让我们的每一天生活 都让神来带领 每一天 所渡过的每一趟 我的招能力胜过是他 我依靠天赋周向的公义 我不用再空旁欲挂念 他的心既认识无可测度 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 无论有或是他慈爱鲜明 老苦中他是安排 每一天 祝自己与我相亲 每时刻 此下格外怜悯 我花旅 祝愿安慰与荡荡 祂的名为测试与权难 祂保护 祂的恶力与残暴 祂热心 必要成全这事 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只是她 向我允许 祂热心 无论作为教会 家庭或基督的门徒 在我们所作的决志中 愿祢的全意成就 主 在我们每天 言行举止 并与朋友的相处 愿你的旨意成就 主 当我们筛选我们的梦想和诚心 公主的选择 以及自己和家庭的优先秩序 愿你的旨意 完全的旨意得以成就 让我们活出荣耀基督的生命 愿我们一起领受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和感动 缠在我们众人中间 愿圣父 圣子 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 坐在至高者的宝座上 愿神自己的子民们 以颂赞赞美归于你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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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众请坐 莫岛 平安 上会 耶和华赐福于你们 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